阿弥陀佛 诸位善知识 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这一集我们又紧接着上一集 来为大家讲四念著 上一集提到 为了要跟大家解释 什么是涅槃 所以跟大家要解释四种果味 那要讲四种果味 我们又分别举了四种禅定 那上一集就是先跟大家说明 什么是四种禅定 然后这四种禅定 前面又有一个味道的地定 所以加起来是五种禅定 这五种禅定 它分别有减证的方法 上一集全部都讲过了 减证的方法 你自己禅修之后 有减证的方法 那什么减证的方法 已经讲过了 那上一集的尾声 就是提到了 我们正得出果的时候 以断三结来检证自己 有没有正出果 所以说跟禅定的检证法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所以这个大家分清楚 好 正出果就是以三结 来检证自己 三结还记得吗 三结拿三结 身见 戒进取见 以快速的提一下 什么是身见 就是把五蕴合合的身体 你把它当作我了 这个就是身见 戒进取 你把错误的戒律 当作正确的戒律拿来直守 这是戒进取 以怀疑佛法 可不可以帮助我到达内阪 这是三结 当你能够断这三结的时候 正出果 正出果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 当你正出果的时候 首先的一个利益就是 永不堕恶道 三恶道 三徒恶道永不堕 你想想看 如果你不会堕入二道 已经是非常庆幸 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我看过 有的这种大企业家 还是有钱人 他非常害怕自己掉入三恶道 很害怕 所以会做很多善事 做许多的这种利益众生的事情 那我现在再告诉你另一个方法 正出果 除了做善事利益众生的事情 可以让自己不堕入二道之外 还有一个办法 努力修行正出果 正出果 你就是永不堕三恶道 再来呢 顶多七友人天往返 七次 这是告诉你最多 最多你在七辈子 就争阿鲁汉 不用等太久 七辈子 七辈子是最久的 那最短的当然有 当事就争阿鲁汉的 有啊 所以你如果可以正出果 哇 利益无穷 这真的是要好好 大家要好好努力正出果 像我们这个台湾 这个天台中 目前天台中第一把交椅 会月长老 会月长老 他就在他讲课的时候 很注重这一点 你看他是讲天台中 但是他耳提灭命大家 他用台语讲 他说 拼出果 先拼出果 他说 拼出果 要以拼出果为先决条件 所以你看 出果非常重要 现在已经知道了 段三姐正出果 再来我们看 你要如何检证自己 正恶果 正恶果 就是在 断了三姐 之上 贪成痴薄 很薄 好 我们现在凡夫的人 就是 贪成痴厚 很厚啊 但是 如果你今天 正恶果 不仅断三姐 贪成痴本来这么厚 现在变成一丁点 甚至非常薄 已经快看不到了 已经贪成痴快看不到了 这是俄果 俄果又称为一来果 因为他只再来一次人间 就一定争阿罗汉 顶多再来一次 就是 刚刚跟大家讲的出果 是 又叫做 御流果 那 二果又叫做 一来果 所以一来果 我现在知道了 就是 贪称痴薄 当然要断三姐 好 三果要怎么减证自己 自己已经 正三果呢 就是 除了断三姐之外 还有 加上 要断两个 一个是 欲滩 一个是 称恨 称慧 断三姐 再加两个 一个是欲滩 一个是称慧 这五个加起来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 五下分解 断五下分解 你就正三果 三姐已经解释过 我不再重复解释 我现在解释 后面那两个 五下分解的后面那两个 叫做 浴滩 跟称慧 称慧就是 一个人 很爱生气 很容易发怒 那种称慧 这种称慧 要到三果才能断 所以 你现在听到这样子之后 你就要对家人 要很慈悲 很宽宏大量 原来称恨心 是要到三果才能断 那我家人 那么爱生气 就很正常了 所以很容易受境界影响 他就很容易暴怒 很容易生气 很正常 因为要正三果才能断 所以你听到这里之后 你就要对家人 升起无比的慈悲心 不要再对他苛求太多 除非他正三果 否则你没办法对他苛求什么 所以你要做的是 鼓励他修行 鼓励他修行才是正确的 你一直罵他不要生气 希望他不要生气 这都不正确 你要教他修行方法 这样子他渐渐才会 最后正三果的时候 称恨心去除 这才是正确的 好 那五下分解 一个是称惠 一个是欲贪 欲贪 那贪有三种 一个是对于欲界的贪 一个是对于色界的贪 一个是对于无色界的贪 欲界、色界、无色界 大家很清楚吧 就是三界 我们六道轮回就是在这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 就是在这三界而已 没有逃脱这三界 当你逃脱三界 你超越三界 那个就是佛菩萨、阿罗汉的境界 佛、阿罗汉都是超出三界 不用再来轮回 那我们人就是在这三界里面 轮转不息一直在轮回 所以你在欲界有欲界的贪 比如说大家已经吃饱了 还不够 还想要吃更精致的美食 这个就是对欲界的贪 已经有车开了 不够你要买更名贵的车 才可以满足 类似这样子 就是说你不知足常乐 不知足常乐 你还会要求很多很多欲望永无止境 对于欲界的 基本上我们生存于地球 地球就是一种欲界 就是属于欲界 所以地球上任何事情 你对地球上任何事情的贪爱 都属于欲贪 因为你现在处的地方就是人间 就是欲界 所以基本上断欲贪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对这个地球所有的贪爱 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已经不贪了 断欲贪就是这样子 因为色贪跟无色贪是另外的事情 所以欲贪断的是几乎对这个地球所有的贪爱 任何物质世界的贪爱全部断光了 所以三果是这样子 三果是这样子 那欲贪 除了对物质世界所有的东西断之外 还有一个很多人就是对于这种男女之欲无法断除 那在正三果的时候男女之欲也一定断除 所以很多人在正三果之后 他无法再待在家庭里面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断除欲贪 他不想再过家庭生活 他就会出家正阿罗汉 他最后就会以出家的身份正阿罗汉果 那是因为他正了三果断除欲贪 那各位你们在家的菩萨们 你们如果是修菩萨道 就是要好好把家事处理好 跟家庭和乐融融 除非你是要走阿罗汉道 或者是说你真正想要出家 你真的急着要解脱 否则你的家庭你还是要顾好 还是要把家里处理好 就算你要出家 你还是要先把家事处理好 大家都同意 你家人很欢喜 你让家人很欢喜才出家 再来 这个是三果 三果是断五下分解 五下分解都解释完了 再来就是四果阿罗汉 最就近了 以僧文道来讲最就近了 怎么知道你正德四果阿罗汉怎么检证呢 断五上分解 三果是五下分解 四果是五上分解 好五上分解是哪五个呢 一个是色滩 一个无色滩 一个是慢 一个是调举 一个是无名 最后一个无名 一个一个解释给大家听 色滩 无色滩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吧 刚刚我讲 滩有三种 玉滩 色滩 对不对 好 现在五上分解要断的不再是玉滩 因为玉滩在三果已经断完了 现在要断的是另外两种滩 色滩和无色滩 什么是色滩 对色戒的贪爱 基本上我们人间这个都是玉戒 不是色戒 色戒是你升到色戒天 你对色戒天那边的事物的贪爱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 色滩是对色戒的贪爱 无色戒是对无色戒天的贪爱 基本上那都是属于对禅定的贪爱 色戒天就是无非你有出禅二禅三禅四禅的人 才会升到色戒天 那你对于这一种禅定的贪爱 使你升到那一层天去 相应的天去 你正的空无边 色无边无所有 非诚非诚定 这四无色定 你死后会升到无色戒天 你对于这四种禅定 有贪爱的话就是升到那边 所以玉滩跟无色滩 通常是指对禅定的贪爱 如果你可以进一步断除色滩跟无色滩 前面五上分解的前面两个你就断除了 你就断除了 再来解释了 慢 焦慢 供高我慢 自大这个就是慢 所以这边再度提醒大家一点 要对所有众生慈悲 为什么呢 你们也知道在社会上工作 很容易就碰到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 果眼看人低的人 你一定发现很多这种人 你很谦虚没错 你是一个很有道德 很懂得谦虚的人没错 可是别人没有这样子 别人对你是好像在指使 指使你东指使你西 把你当做什么样在使唤 甚至在很多事情上面 都不尊重你 不尊重你 所以这个是什么 焦慢 焦慢岂是好断的 正事果才断 所以基本上 我们每个人 都有或多或少的傲慢 只是这个傲慢 是属于粗糙的傲慢 还是维系的傲慢 很多人是很粗糙的傲慢 那个傲慢很粗糙 人家一跟你讲话就感受到 那有的人把这个傲慢 已经修饰修饰 修饰得很维系 隐藏得很好 看不大出来 果位越高的人 烦恼断越多的人 就很敏感的可以看出你 还是有傲慢 那这个傲慢 最维系傲慢要到 事果才能彻底断除 所以你看这个傲慢多难断 我们平常傲慢岂是那么好断 超级难断 所以再度奉劝大家 从此之后要怎么样 对于傲慢的人 要有慈悲心了 宽容他 体恤他 他毕竟没有正事果阿罗汉 他毕竟连学佛 连踏进佛门都没有踏进 我们怎么苛求他 不能苛求他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时候 他对我们傲慢 我们就原谅他 体恤他 这样就好了 这样我们心就快乐了 不要斤斤计较 不要在意他人对我们的傲慢 所以慢解释了 慢要断才会正好罗汉 再来调举 调举就是散乱心 散乱 你看我们人很难专注的 一般人没有经过修行的就是怎么样 忘记东忘记西 打妄想 你看小孩子有时候很难教 叫他读书他读不会 因为他就是心很散乱 没办法专心读 叫他好好坐下来读书 读个一两分钟又跑起来了 有的过动耳就是这样 读个一下子就跑起来了 可是你看那个读书读得好的人 他坐得住的人 那个素是善根 往往坐下来可以坐很久 小孩子可以坐很久 可以读很久 那个素是善根 俱生会 佛法叫俱生会 那我们不可以要求每一个孩子 生下来都是 都具有俱生会 不可能 每个人 每个小孩子素适因缘不一样 所以啊 对于有些小孩子 他没办法安定下来的 我们教他禅法 教他禅修的方法 让他把心安下来 就渐渐可以读书了 那方法就是观呼吸 观呼吸的方法 你可以很简单啊 先教他 鼠息啊 小孩子鼠一二三会吧 那就教他 呼气的时候 鼠一 吸气的时候不要鼠 第二次呼气的时候 鼠二 吸气的时候不要鼠 第三次呼气的时候 鼠三 C7的时候不鼠 这样子鼠到十 再从一开始鼠 鼠到十 再从头从一开始鼠 这样可以干嘛 这样可以让小孩子的心啊 收敛起来 收涉于鼠息 收涉于鼠数目字 那就不会一颗心啊 一直往外跑 当他可以训练自己鼠息之后呢 把这种专注的心拿来读书 就好用了 所以这个教给大家 大家要好好教你的小孩 如果你的小孩是散乱的话 更要这样教 那平常人啊 大人长大了也一样啊 我忘记关瓦斯了 我那电灯忘记关 又跑回去关 经常忘东忘记性 钥匙忘记拿 我要糟糕回家 没办法开门的 钥匙放在家里面 又要叫那个所将来开 所以你看啊 我们平常人也是这样 还有你注意看喔 没有修行的人 他在这个上班工作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会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说 你看他工作的态度 帅行 台语叫帅行 不是很 那种品质不是很好的工作态度 是很帅行 善心的工作态度 这个也是 这个也叫做散乱 钥区 也叫钥区 那钥区还有一层意义 就是说它是 是怎么样呢 起伏不定 你看 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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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起伏不定 那种起伏不定 通常也跟一个人激动激昂的心相关 很容易激动 所以 钥区也要降服掉 也必须降服 你 当你可以训练自己 在面临万境 面临所有人事物 都鱷鱷不动的时候 没钥区 如果遇到一些小事 然后波涛汹涌 按耐不住 那个充满钥区 那个就充满钥区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 当你钥区去除的时候 正阿罗汉 所以一个人散乱心也很正常 散乱很正常 要正阿罗汉才会没有散乱心 五上分解的最后一个是无明 无明是什么 英文叫ignorance 意思就是不清楚 无明就是不清楚 我们烦恼升起可以回缩回去 追回去 那追回去可以追到一个最根源的地方 叫做什么 无明 你追到无明 没办法再往上追 因为佛法里头给的最根源 给的最根源是无明 到这里而已 再追上去就没有 因为无明就是不清楚 你在往上还是无明还是不清楚 所以从这边大家都要解说 无明断 整个十二英元就断了 十二英元就是无明行事 明十六路 处受爱取有生老死 再讲一次 无明行事 明十二六路 处受爱取有生老死 这样十二个 十二个的整个根源在哪里 无明不清楚 不清楚所以开始造作造业 我们很多事情都不清不楚 然后一念无明起 开始造业 做错很多事情才后悔 所以无明一除掉 一断除 整个十二英元全部断掉 不会在那边轮转的 十二英元本来在这边轮转 一直生死轮回 你无明断 全部后面通通断光 就是这么好 所以但是你看 真正最维系的无明 要断尽无明 那就是要到四国阿鲁汉的时候 才能够完全断除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吧 怎么检证自己正出国 第一个就是断三劫 怎么检证自己正恶国 就是在断三劫之上贪嗔吃薄 怎么检证自己正三果 就是要断五下分解 就是三劫再加上欲贪跟嗔恨 怎么检证自己断 正阿罗汉 怎么检证自己正阿罗汉 断五上分解 五上分解就是色滩 断五上分解 断五上分解 这就是五上分解 所以现在也告诉大家 什么是涅槃的 涅槃就是正阿罗汉国 什么是阿罗汉国 断五上分解 什么是五上分解 断射滩五上分解 断射滩 断五上分解 所谓涅槃 阿罗汉到达涅槃的时候 他是活着还是死的 一个活人他修正到达阿罗汉国的时候 只要受命还未终了 当然是活人 所以此时的圣者 只要他受命还未终了 他是活着的圣者 活着的圣者 还有这个肉体在 这种人叫做有余依涅槃 有余依涅槃是什么 剩下这个肉体 还剩下这个肉体 叫做有余依涅槃 当一个圣者 他已经离开人世 把这个肉体全部抛弃的时候 叫无余依涅槃 不在剩下什么东西 那有余依涅槃跟无余依涅槃 差别在哪里呢 有余依涅槃 就是说 这个肉体还在 还是有苦 只要肉体在了一天还有苦 为什么 老苦病苦死苦 不要以为阿罗汉没有老苦病苦死苦 有 但是阿罗汉他是生苦心不苦 阿罗汉会老苦病苦死苦 身体还是会老化 还是会让他感觉到沉重负担 走不动 这种还是苦 所以 生苦 老苦病苦死苦 在阿罗汉身上还是有的 但是阿罗汉他可以训练到 身心分离制 也就是说 身体虽然在痛苦 心不感觉到痛苦 阿罗汉做到身心分离制 身体痛苦心不苦 身苦心不苦 但是 虽然身苦心不苦 身体还是苦的 所以有于涅槃并不彻底 但是已经不错了 我们今天就是一定 先正阿罗汉果 有这个肉体 必须先靠这个肉体 正阿罗汉果 然后 最后 当他受命终了 将肉体抛下 真正解脱去了 真正解脱 这个肉体不再用了 那个就是无欲涅槃 达到最彻底的自由 那个是大解脱了 到那个地步就是大解脱了 所以以上 已经很清楚的 为大家解释完涅槃 我不仅解释涅槃给大家听 而且分辨了四种果味 与四种禅定的差异 与自我检释的原则 四种禅定怎么检释 四种果怎么检释 都已经解释完了 所以希望大家 从此之后 可以非常如意地来解释自己 今天这一集为大家讲 讲解到这边 下一集再继续为大家讲 四念著 阿弥陀佛